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指出 原本名不经传的泽连斯基 在大选当中所取得的成功 只有一部分是在于其自身 由于长期以来的严重腐败 乌克兰东部战乱和经济复苏力度有限 只有不到一成的乌克兰受访民众 对国家政府有信心 在这种情绪下 泽连斯基所打造的改革 反建制新鲜血液形象 在波罗申科和寂寞申科 所代表的传统寡头当中杀出重围 如同在电视剧中的角色一样 泽连斯基将竞选重点放在了反腐上 他的团队本月初发布了一份 打击腐败的方案 内容包括一旦当选总统 泽连斯基将剥夺政界人士的 司法豁免权 对于背叛腐败罪名成立的官员 他呼吁终身禁止担任公职 为鼓励海外资产回国 他呼吁对愿意申报 隐藏资产的人士 实施纳税特赦 仅需缴纳5%的税费 不用再承担其他罚款等 在外交政策方面 泽连斯基承诺解决克里米亚问题 在乌克兰东部的安全问题上 泽连斯基要求与俄罗斯直接对话 以结束长达5年的武装冲突 此外与另外两名候选人 波罗申科和寂寞申科相同 泽连斯基也支持乌克兰 最终加入北约和欧盟 不过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相比提出具体措施 缺乏从政经验的泽连斯基 将更多的重点放在描绘 一个更好国家的蓝图上 此外波罗申科指认 他与颇具争议的乌克兰商人 科洛·莫伊斯基关系不一般 这使得许多民众担忧 即使泽连斯基当选 他还是会受到背后寡头的控制 给大家看 谢谢观看